三号线 三号线就我自己来负责 因为这件事情 杜先生来这位委员长 都非常关心 顺便把三号线这一半个月 已拿的所有的资料和通讯 找来我看一看 包括 严处长所有的猜测的资料 一起给我 好的 好 大家赶紧去吧 你在门口守着 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是 你翻翻看 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立刻交给我 是 手底下利落点 哦 还有 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你 爹 不要 爹 爹 爹 等着 放回去 插好电源 出去等我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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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先生 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我的三号线已经出现端倪 你为什么调我去二号线 而且二号线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 少秋 我想你是误会我了 我认为你用现在的方法去破译三号线 不会有任何结果 况且二号线现在突然进行联络 非常刻意 我看了他们的电码 并没有你说得那么简单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的懈怠 好 好 你怎么说怎么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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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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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去休息啊 来 这边 走 收音机坏了 可能是电子都烧坏了 没关系 我休息就好 你先别管他了 机服 我有事跟你说 你别说我别休 你说吧 我能听得见 你只是发现收音机不对吗 你就没觉得你这屋子里 其他地方不对吗 家虎 全天下的人都会在床单下面藏东西 所以这里一定会被搜查的 幸好我觉得不对 已经提前帮你转移出来了 要不然你这会儿已经在监禁室里了 若从俊看他 他真是没办法秉公办事 可是家虎 你得明白我前两天跟你说的话的意思 在这个院子里 哪怕是一只老鼠 都要被接受政治审查的 太卑鄙了 那你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装糊涂还是 装糊涂吧 那也好 那我装糊涂就要装到底 我把书运机拿过去 让老三给休息 你说呢 这样也好 显得太激进 反而会被他们怀疑 好 等一下 在你去之前 把这些东西处理了 这些东西在延安举着上街都没事 可是在这儿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坑 埋了都不安全 那你说怎么办 烧了 太可惜了 我还没看完呢 如果你不烧 就等于睡在一颗炸弹上 你自己想吧 那好吧 听你的 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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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您 抽烟 您用茶 不吵笑 不用那么客气 大家都是自己兄弟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次上风 有什么新的指示 是这样的 戴老板对这次任务 非常重视 而且对进度催得很紧 是是 我们也正在加班加点 但说实话 进展甚微 看来这次日本人 是下了大功夫了 这事在意料之中 不过戴老板 和杜先生在上海的人 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 王经纬已经加快了进度 照目前情势来看 他是必反无疑 但是这么个反法 还需要你们去破戒 就怕他公然投降 是啊 校长给下了死命令 必定这对国家 以军队的士气影响太大 但是要贸然动它 又缺乏真凭实据 而且容易打草行事 看来是要放长线调大营 当然是不能吃亏了 能转一点试一点吧 那是 那是 对不起 现在谁都不能进 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陆所长现在不方便 我找他有事 我找他有事 现在不行 陆长孝 什么时候给个答复啊 当然时间是越宽裕越好了 给个准信 是 兄弟我也好向上级交代 一个月 好 那就辛苦你了 职责所在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 或者有什么困难 一块提出来 我回去向上级汇报 提困难有用吗 老板要的是结果 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兄弟 我先告辞了 好 我送您 不用 你赶紧忙你的 任务繁重啊 明白 请 进来 进来 陆所长 我的身份计划了 打算说 上过来找你 咱俩的脑袋都快没了 你还听他干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你看 上面刚刚来人了 限定咱们一个月之内 要把密码破译出来 如若不然 咱俩的脑袋 都得搬家 有这么严重吗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 谁啊 进来 所长 所长 什么事 那个 那个 所长 左立有情况要向您报告 这个 是这样的 严处长说 让我来直接找你说 我觉得这样 不太好吧 你们怎么说话 吞吞吐吐的 到底什么事 好 家伙 这样 这收银机你自己先修修看 修好了算你的 修不好也算你的 我知道 好 知道 所长 是这样 前两天呢 这个二号线截获了一条短报 这个陈家胡呢 让我从这个三号线下来 专门去破这条短报 这事我听说了怎么了 那条短报今天我和左立破开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 这个事事关重大 我们俩不敢擅自做主啊 所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条 拿过来给所长您亲自过目了 来来来来 这条短报的密码格式 虽然和以前不一样 但是根据陈先生之前破解二号线的方式 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 你们俩想说什么呀 所长 我觉得咱们这儿真的有内鬼 那天就不骚人了 走 再走 你哭什么 对呀 只能去 我怎么会走 你再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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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没走 你走 再挥一挥出来 抗日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收音机的事他怎么说 你没露馅吧 他让我自己修 后来我看见眼神就过去了 不太方便 我自己就走了 林姐 陆所长找你 所长 我看这个指向已经很明显了 是吧 这个内建肯定是具体负责 我们破译工作的一员 而且从字面的意思来推断的话 这个人很有可能 是我们破译力量的核心之一 因为我们停不停止破译 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 这个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所以只有具有特殊的 破译能力的人 才能够停止破译拖延进度 你就直接说 你怀疑谁啊 陈家虎 瑕疵 所长 这是明摆着的呀 机械密码只有陈家虎有破译能力 换了别人他有这个能力吗 再说了 那停不停止破译工作 又有什么意义啊 是吧 所长 如果是别人的话 只能从旁干扰 做一些危害黑市安全的行动 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拖延破译的进度 而且这样做的话危险很大 对啊 所长 我知道这个结果很难让人接受 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报告 进来 来 所长 小林啊 有件事情呢 想叫你来一块儿讨论讨论 梁处长 把拒绝的情况跟小林介绍一下 通过对二号线短报的破译 我们认为陈家虎有日本特务的嫌疑 你说什么 二号线我和左立已经破掉了 我们认为只有陈家虎的嫌疑最大 你胡说八道 小林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只是推断没有认定 所长 这种话你怎么能听呢 我承认 陈家虎之前确实跟你闹过别扭 可是后来接二连三地成功破译 尤其是武汉会战 和关于敌人空袭的破译 他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你们在这个时候怀疑他 是不是过河拆桥啊 我们知道陈家虎功勋卓越 是吧 可是谁能保证他不是内奸哪 再说了 所长说的 我们必须要保证黑市的绝对安全 你把嘴闭上 他前两天还救过你呢 你可倒好反咬一口 龙龙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在禀功办事 你禀谁的功 我告诉你 颜少秋 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成为日本特务的 就是陈家虎 好好好 来 那你来解释一下 来 来 来 这封电报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还用解释吗 这很明显是鬼子一出反间计 他们觉得密码挺不住了 又不能直接下手 所以就送出一条毒尔 没想到你们直接就吞下去了 颜少秋 我麻烦你用脑子好好想想 敌人根本就是想废掉我们的核心破译力量 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我们起内讧 核心破译力量 那照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那说的不是陈家虎 那是说我的 说你的嘴门 蒋薇 还有其他人都是内鬼 陈家虎不是 只有你这么蠢的人 才会用这么蠢的逻辑去推测 你说谁蠢呢 谁蠢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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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敌人不是傻子 他们在三号线这么关键的时刻 突然通过二号线 送出一个这么简单的密电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简单的 什么叫不简单的 我颜少秋破的密码全是简单的 是吧 陈家虎破的密码都是有难度的 这个院里只有陈家虎能破译密码吗 你说话都自相矛盾 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矛盾什么呀 我矛盾 谁几斤几两 谁清楚 行了 都给我闭嘴 大家的态度呢 我已经很明白了 诸位 这件事情 谁都不许跟我说出去 为者重罚 关于电报的内容 我会马上跟上场沟通的 从现在开始 你们谁都不要过门此事了 所长 如果您要我们保密的话可以 不过您得给我们个实线 我记得电台操作 以及破译规定上写得很清楚 任何电报在结合之后 必须第一时间登记 在超过一定实线 核对无误之后 就要马上进行存档 我何左力已经是给您面子了 没有登记就直接拿来上报给你 如果你要我们保密的话 可以 不过也得给我们个实线 否则将来一误了战机 我们担当不起 所以 我不保证我能一直隐瞒这件事 我 那颜少秋啊 翅膀硬了 跟我来这趟 好样的 所长 卑职只是禀功办事啊 请原谅 是 好好好 你好好去禀你的功办你的事 大家放心 这件事情 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出去吧 所长 卑职还是希望这件事 您能够尽快处理 否则 我有权利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做出反应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反应 坤太 好 进来 所长 我刚刚看到这份电报 你对他有什么解释吗 你对他有什么解释吗 没什么好解释的 轻者自轻 所长 我先走了 陆组所长 有人怀疑我 我觉得很正常 换了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但是我对这封电报的理解就是 敌人在情急之下使出的反间计 而是 这件事情 就这样吧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擅自做主 如有为者 均法处置 是 接杜先生 杜先生 是我 我如实向陆所长汇报了我的发现 可是陆所长好像要把这事给压制下来 好 我明白 是 来 先停一下 我说个事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至于细节我就先不说了 不过从现在开始 我以处长的身份下令 所有与陈家胡一起进行相关工作的同志 立刻停止工作 并且停止向他提供相关的资料和情报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接着忙 左里面 他们如果在发报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他们发报的手法 如果顺着这一点查下去 没准能查到事情的真相 没准能查到事情的真相 走吧 郝多梅 对 帮我找一下三十二号文件 我急用 对不起 陈先生 近四十个小时的电台记录 已经全部封存入库了 如果您需要的话 就自行去拿吧 好风 陈先生 帮我到库里找一下三十二号文件 我急用 对不起 陈先生 建议 在视频的不专家里 我越法处理 你已经想过一个 怎么必须 当大人是 sant 应该是 他就什么 他就不过 他就不留意 所有人 应该是 他就不留意 他就不留意 说的 三分钟之内 如果陈家虎先生 看不到他所要的文件 我就逮捕你 是 听着 你们所有人 都要全力以赴地配合陈家虎 破计三号线 谁敢消极代工 一律军阀处置 是 走 别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你的工作 我早就习惯了 别这么说嘛 只要你破一处三号线 就算是救了我一命 我也救了自己一命 所长 杜先生来了 我先走 杜先生 杜先生 来 坐坐坐坐 你也不慎言打声招呼 我去迎迎您的 咱们俩之前还用这个吗 是是是 您有什么新的指示 我的人监测到 王警卫和他的夫人陈碧君 昨天一夜未归 车子是早晨离开家的 什么 很不正常 昨天夜里三号线出来了吗 出来了 一共发了三份电报 有什么鬼名堂 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们现在十八宝 却都押到了这个密码上 他们好像料到我们破一步了 所以才这么频繁地联络 没事 电台一切正常 电台在人就在 他溜不了 最近 一定要叮嘱这条线 不可大意 您放心 这条线我们二十四小时 丢人监控 陈家胡那边 最近有什么进展 暂时还没什么进展 这次 他好像手气不佳呀 是是是 他也是头一次 接触这种密码 头一次 手气不佳 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这个原因 你就没有别的什么要跟我说吗 我 骗子 是谁 你 怎么 炸 都 有 有 人 请您过目 糊涂到什么程度 你的胆子大了到什么程度了 你有几个脑袋啊 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给我说清楚 是 我们截获了一封二号县的密电 这封密电被严少秋破译出来了 据他的分析 嫌疑直指陈家胡 你的态度呢 你的分析 你的判断 杜先生 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离间计 而且严少秋带有私人情绪 我看是你带有私人情绪 就算严少秋带有私人情绪 也洗脱不了陈家胡的嫌疑 外交密电 直指汪精卫 这件事 你知道我知道 还有谁知道 只能是王精卫本人 和日本人 日本人的离间计就那么准确 连外交密电由陈家胡负责 都正好知道 知道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啊 是 黑市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如果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由日本人指挥 那黑市就不是我们的救星 而是我们的地狱 马上停止陈家胡的工作 彻查此事 听见了没有 是 这几天我归纳了一下我以前所了解的 一些关于英格马商用密码机的情况 不错 从现在这个情况看 这些电报的密文加密措施 很像是英格马机的多密要轮所为 但是你想过没有 英格马机每两个密轮之间 都是二十六个平方接点 与弹簧接点的连接 代表了二十六个拉丁字母 日语呢 就像中文 都是象形文字 陈先生 你觉着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个技术的 只有两种可能 一 将日语 转换成英语或者是德语 二 在日文四十三个假名 和二十六个拉丁文之间 寻找一个转合的机制 我不认为是签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要求所有使用该密码机的人 都必须懂得拉丁文 陈先生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泽立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是进入了一个误区 误区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 都放在研究这台密码机上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复杂 淳先生 你说的话我还是不太明白 让他再想想想 要是教授还在就好了 你说什么 海思思教授 对 教授 我怎么一下都好的教授 对 你说他就好了 教授 对对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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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教授 我现在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当初教授在对付萨根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用过一台电波测定仪 是 那好 现在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电波测定仪 就能够找到三号线电台的位置 如果能找到这个位置 就一定能够找到这一台 英格玛密码机 为什么 因为三号线电台 只能通过英格玛密码机 才能发出这样的电文 所以他们俩一定是在一起的 陆所长 只要你能够帮我找到这一台 英格玛密码机 我向你保证 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能够破译出这三号线 你 你就这么自信 当然 好 这件事由我们来办 那好 我先走了 江湖 来来 你先坐下 你现在要 马上停止你手头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得到了上级的明确指令 陆所长 你现在明明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离间计 你为什么非得中计呢 这一切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 你现在的嫌疑还没被洗清 你还要坚持破译工作的话 很容易被人家攻击 你再协助日本人破坏黑市 江湖 你刚才交代的工作 我们会替你去做 关于策定仪的事情 明天我会给你个交代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请相信我 好吗 好吧 我知道了 你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懂密码 不过陈家胡说的这个方案 我倒觉得 或许是咱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但是这台策定仪 在教授走了之后 就给上缴了 我明天去杜先生那儿亲自取药 我可以讨厌 为了 为了 热心 就在岁北 在海岸 接人 柠檬 快 冷 家伙 怎么 我看到你回来了 怎么样 测定仪已经拿到手了 底下的技术人员正在驾进工作 那我呢 你 你什么 我能继续工作吗 这个 进来 家伙 还是等 测定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 千万别灰心 我知道了 好 怎么样 检测结果出来了 真有 真有 在哪儿 别吞吞吐吐的在哪儿 在周霍海家 在周霍海 历任蒋介石侍从事副主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属于党国要人 在无证据的情况下 要进入他的官邸 去确认电台 这无疑是 太碎头上动土 昨天晚上 对于三号线的破译陈家胡 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他是想利用 海瑟斯教授留下来的 电波测定仪 来测定 第一台的大概位置 从而找到密码机 如果我们找到了密码机 三号线的破译 指日可待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可行 所以我们连夜行动 确实找到了电台的大概位置 但是 结果让我很难接受 在哪儿 周霍海的公关 太狡猾了 所长 敌人太狡猾了 首先我怀疑 这就是一部虚设的电台 把它放在这个周霍海家里边 周霍海是什么地位啊 我们能去搜查周霍海的家吗 搜查周霍海家 那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那是会出大事的搜查 咱们能去核实这个事吗 谁能弄清楚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虚设的电台 把这部虚设的电台 放在一个根本就无法考证的地方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进一步配合陈家胡 拖延破译进度 严少秋 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吧 越说越乱 不愿意 怎么了 我说他不对吗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那些证据是推测的 根本站不住脚 林荣荣 你跟陈家胡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就那么护着他呀 我告诉你 因为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 我不像你不知道羞耻 恩将仇报 谁恩将仇报了 谁不知道廉耻了 你说谁呢你 够闭嘴 叫你们到这儿来是集思广义 想办法 就你们这样吵来吵去的 能他们解决问题吗 你别想了 先多吃点菜 一会儿我给你放热水洗个热水澡 你今天早点休息 别想单位上的事了 你说这工作真是见了鬼了 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 陆上校开始抱怨工作了 我又不是神仙 神仙也有休息的时候 你们单位那么轻松 有什么好抱怨的 轻松什么呀 你来我网勾心斗脚的 就这么屁大点地方 弄个人都不暗示 处处皆是江湖 你陆上校又不是头一次知道 我一直对我的队伍挺放心的 怎么就出来一个 不提了不提了 一提这就要上火 吃饭 秦小姐 感谢你对大东亚共荣做出的贡献 我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关于黑市内部大混乱的消息 你是怎么得知的 我还能思讨 谢谢啊 把爱的信息 纷纷转来又争取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你 拘予预算的问题 却被你无痕迹 我弹在手心 听风的一语 瞬间拼凑起回忆 把信仰捡起 早已模糊在心底 听风的诗意 隐面扫落了一滴 让岁月痕迹 缓缓又来又去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给你 拒绝与恨的问题 拒绝与恨的问题 却被你无痕迹 我太太熟悉 我太太熟悉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给你 拒绝与恨的问题 却被你无情抛弃 我太太熟悉 有这样一个秘密 有这样一份回忆 不愿千里 随着风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